在持续发酵的数周丑闻缠身以后 中国好声音终于宣布停播了 罗刹海市终于被刀狼的一首歌给扫平了 从参赛学员到制作团队再到资本方 这场风波揭开了多方面的遮羞布 停播后的喝彩有多热烈 败坏的现实就有多残酷 我们看到了这个行业赤裸的本质 也看到了道德沦丧的症结所在 这个玩意儿参赛者的误解 就是舞台上好像是金光闪闪 可是幕后呢 惊急满布 多年来中国好声音吸引了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去参赛 他们在舞台上金光闪闪 被星光所迷惑 误以为这里会是翻身的机会 殊不知等着他们的 是暗流涌动的竞争与黑幕 刘欢啊 刘欢啊是第一个落入节目错觉的导师 他眼睛曾经在舞台上期待发现真正的音乐天才 直到发现排名可以用金钱判定 刘欢彻底的醒悟了 他彻底的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资本运作的一环而已 参赛学员呢更是舞台下的最大的受害者 他们不顾一切只为追梦 却在半路呢遭遇碾压 甚至有人因为质疑规则赛后被打压被抹黑 彻底的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中国好声音呈现的是参赛者对这个行业的美好的想象 掀开这个华丽的外衣里面满目疮痍啊 梦想舞台的竞争残酷一场 舞台下的操作更是令人发指啊 这里边导师也陷入了困局 戏耍观众也戏耍了自己 作为这些明星的导师 他们本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制衡资本 但是面对这种高额的片酬利益的诱惑 又有几个人能够不沦为资本的傀儡呢 他们明知道规则不公 却能只能在一帮冷眼旁观呢 导师也成了舞台上的戏耍者 他们表面上为学员们的优秀才华夸奖不已 背后却心知肚明 这只不过是资本游戏的戏码 导师成了自己内心的囚徒 既戏耍了观众也戏耍了自己 没有人比刘欢更了解这个困局 刘欢呢是大咖 他试图改变规则却无能为力 最后只能选择离开 其他的导师们也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他们所发掘的人才宣传正能量 已经成为了笑话 更像是参与了一场闹剧 中国好人也充分利用了导师的光环来吸引观众 这让明星导师也成为了资本运作的帮凶 他们正义的人设在这个舞台上 被扭曲为缺德的代言人了 资本无底线 只有利益没有人性 如果说参赛者和导师 还有被迫无奈的成分 那么资本则是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 他们建立起一个看似公平的舞台 幕后全都是暗箱操纵 中国好人也的背后 是资本联手权力勾结的产物 营销号通过造势牟利 真材实力被金钱消音 资本家们彻底放弃底线 将一个梦想舞台变成金钱的角度场 而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公然作建规则 那就是因为惩治的力度太低了 这种信任危机已经严重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舞台成了资本家展示财大气粗的场所 人性和道德通通抛在了脑后 好在停波也让资本付出了代价 背后的母公司股价暴跌一半多 这也向社会发出了警示 资本如果不受约束 终将膨胀到失去人性的地步 我们必须警惕也必须防范资本 以后再在选秀领域为非作胆 中国好人一揭开的是资本家们 丑陋贪婪的本性 停波使得是他们必须承担的第一步代价 更多的惩罚恐怕还在后头 中国好人一带停波恰是时代的一个警示 舞台需要诚信支撑资本需要道德约束 这是我们从中国好声音中应该深刻汲取的教训 这场闹剧的停波只是让真相大白走出了第一步 还有更多具体的问题有待调查 中国好声音停波之后爆出了内幕 就是中国好声音这些导师的出场费 其中导师的出场费 差距最高和最低竟然高达2700万人民币 中国好声音的幕后 自从被刀狼的一首歌 李文的遗言的曝光 还有参加好声音的一些学员 还有其中的一些选秀的外包的老师的揭露 让中国好声音的黑幕彻底的揭开了 刘初来的导师的出场费 谢霆锋出场费最高达到了3200万人民币 紧跟着后边的是周杰伦出场费2800万人民币 王立宏和陈一逊分别列第三和第四 王立宏的出场费达到了2500万人民币 陈一逊的出场费也达到了2000万的人民币 根据价目表 纳英 刘欢 李文的出场费都高达2000万人民币 汪峰 李建和潘伟博的出场费为1500万人民币 齐秦和李荣浩是1100万人民币 周华健的出场费1000万人民币 薛之谦 李宇纯 杨昆的出场费为800万人民币 让人意外的是 位于导师之中的元老级的歌手于成庆的出场费最低 只有500万 与第一名谢霆锋相差了2700万 需要注意的是 从2012年起 中国好声音就开始邀请于成庆作为导师参与节目 虽然他不是连任导师 但至少担任过三次以上 对于这份价目表呢 也有网友认为价格不太合理 难以相信 谢霆锋的出场费竟然比召节轮还高 是吧 那么这份价目表呢 也没有完整列出历届的导师 这个大家呢 主要是看到了黑幕 对这些价目表呢 感同身受 这里边黑幕太多 那这里边呢 爆出来的还有一个黑幕 说这一次呀 除了广电集团要查这个好声音之外 舆论汹汹 网友的舆情的逼迫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周华健和薛之谦 坚决要退出 要把路 给多少钱也不路了 比如说 歌手珍妮一直为李文一事发声 得知中国好声音暂停播出后 欣喜若狂 连发多条感谢网友 也有网友 爆出来了 在导师之中 周华健和薛之谦 坚决要求退出 给多少钱都不路了 网友们也纷纷评论啊 说是老薛要退出 没错的 前两期看老薛的镜头 总共才那么几个 其实在停播之前呢 薛之谦跟好声音闹矛盾 有迹可循 是吧 薛之谦呢 应该是第一个站出来 造反的 在薛之谦为数不多的镜头中 也有网友看到了薛之谦的不愉快 明显是窝着火的样子 镜头不多 话更是少的可怜 薛之谦在中国好声音中 却因为一句话揭开了黑幕啊 是在节目中 薛之谦问一位选手 你知道我们背后在干嘛吗 这明显都是在拆台了 我们在商量谁转定 中国好声音一大特色 就是导师转定 有心仪的选手可以转过来 可是薛之谦的这番话 那就说明还得商量谁转定啊 那不是他们商量 而是耳机里边的现场的资本 让他们转定 收了谁转定 费50万 那就得赚 是吧 所以呢 王勇也说了 导师评讲环节 听着薛之谦说几句 原来都被节目给剪了呀 薛之谦说的那些揭黑幕的话 不是他想要的候选人 结果呢 都会被剪出来了 薛之谦说不是就你转定了吗 这位选主说被剪掉了啊 依然被淘汰了 那么这些黑幕啊 是让观众们啊 是大跌眼镜啊 这是钱没给够啊 对吧 周华健呢 周华健是比较支持薛之谦的啊 周华健给薛之谦救人的时候 竖了一个大拇指啊 潘伟博呢 不可思议的转过头啊 直接夸赞 在我的余光里面 你像英雄一样 喜欢的学员 转身明明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周华健和潘伟博如此夸奖 把他称为英雄 这就不正常了吧 薛之谦说啊 你实力很强 其他的导师所以不转身 只是因为他们有压力 导师们有什么压力啊 大家都心知肚明吧 是吧 周华健也传出要坚决退出中国好声音 但是呢 他的经纪人发声否认 周华健呢 不顾经纪人的阻挠 执意选择退出 所以这一次中国好声音的停播 应该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我觉得网友的正义的呼声力量 应该是最大的 期待着对中国好声音 一查到底要彻底揭开 未曾开言先转定 转定先付50万的形式黑幕 您说呢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